没想到中国西藏这条河居然活了 一千亿吨水自动跑进沙漠 结果发生了神奇反应 不料接下来一幕彻底轰动全世界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2019年南水北道工程已为北京 接收超过50亿立方米水资源 极大缓解了北京用水紧张 这项是一亿多人授意的超级工程 现在正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 生态 经济效益 继南水北道之后 中国数十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联名 提出了一项重大掉水工程设想 既然南水北道这么成功 然而西藏与新疆离得这么近 那是不是可以把西藏的河流引入新疆的沙漠 让沙漠变绿洲 于是传说中世纪工程红旗和工程就诞生了 众所周知 我国水资源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 有些地区水多得闹洪水 而有些地方却因为极度缺水土地干裂 比如 我国的西北部地区 尤其是新疆 沙漠面积占了我国沙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 基本年降雨量才有300到400毫米左右的 但是这些地区的蒸发量却超过1500到2000毫米 也就是说 蒸发量将近是降雨量的五倍多 这也就导致我国西北地区常年处于极度缺水和干旱的状态 严重制约了当地人和动物的生存和发展 然而 相比于西北部地区 我国西南地区则截然不同 尤其是位于青藏高原的西藏 其水资源相当充沛 不仅拥有众多的河流 比如 雅鲁藏布江 金沙江 蓝沧江 鹿江等 还拥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和冰川水资源 正是基于我国水资源分布布军的这个现状 很多人便想到了 把西藏充沛的水资源调到西北部地区 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我国水利学者便提出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即民间俗称的红旗河工程 藏水陆江 当时 这个水利构想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各种真真假假的言论层出不穷 对此 在2015年7月的时候 我国的水利不曾公开发表声明 目前关于红旗河工程的规划传言 纯属子区乌有 国家从未做出过任何相关的工作规划 红旗河工程计划从西藏的崖鲁藏部将开始 连接沐江 蓝沧江 金沙江等河流 沿青藏高原将水调往西北干旱地区 形成红旗河主线及洪延河 墨北河 春风河三条支流 汇及陕西 宁夏 甘肃 内蒙古 新疆等地区 红旗河工程简单地说 就是修一个长达6188公里的超级河渠 几乎接近长江的长度 起始点就选在水资源最丰富的崖鲁藏部江大拐弯处 这里是喜马拉雅山南路 水为海拔可达2558米 利用这一地理优势 河水可完全实现全城的自主吊水 并通过隧道 筑坝和水库递进方式 一路通过怒江 蓝沧江 金沙江 雅龙江等河流 最终把水源送到新疆等西北地区 从藏区到新疆地势由高到低 可以自然引流 人工水道可以快速解决输水 通过水渠连通中国西部雅鲁藏部江 怒江 蓝沧江 金沙江等优质血水 集中输往西北沙漠地区 借助人工智能化智慧和互联网思维科学调度和配置水网水资源 有水就可以植树 沙漠 戈壁 黄源 黄土高坡将不复存在 让新疆变成绿洲 千里沃野 同时创造约一个就业岗位 西北沙漠变成第二个江南 这样一个让人振奋的超级工程 其可行性究竟如何 2017年11月15日 课题组专门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 邀请了国内许多专家 学者 研讨红旗和工程的可行性 合理性以及实施的重要意义 2017年12月1日起 积极筹划红旗和西部掉水保障可持续发展 一文在新华网 人民网 中华网 中国网等相继发表 证明了这项工程确实有人在不断进行了研究 未来国家可以以此作为参考 但目前并没有确定要实施 2018年1月 国家曾经召开过一次专题研讨会 与会的水利 工程力学和抗震方面的专家经过认真研讨 认为红旗和方案构思奇妙 工程实施没有太大技术障碍 虽然线路经过的部分路段地质结构比较复杂 但通过创新设计 多做月案 是完全能够抵御地质灾害带来的风险 2018年6月 甘肃省社科院和中铁科研院西北院 还成立了红旗和路线考察队 对工程经过的具体线路进行了实地考察 进一步确信了红旗和方案的可行性 2019年由6位院士 12位教授 及10位博士组成的红旗和工程课题组成立 并以S679为代号 其中 S代表水 4代表工程款预算4万亿 6表示年掉水量600亿立方米 7表示跨于7大流域 9代表覆盖9个区域 红旗和年掉水量相当于黄河水里 长度6100多公里 相当于长江长度 若工程能完成 新疆将在线2亿亩粮田 形成20万平方公里的绿洲 会直接改变西北沙漠格局 但要特别说明的是 虽然关于红旗和工程的研讨会有院士 专家和学者的参与 但也仅停留在课题研究阶段 并不代表该工程国家已经立项了 那为何红旗和水利工程 会面临如此多的争议呢 甚至有人说 红旗和工程更像是 以想天开的纸上谈兵 根本实现不了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下 红旗和工程的整体构思线路 它主要是从西藏的雅鲁藏部 将大拐弯附近开始取水 同时还会在沿途取一共藏部 和帕龙藏部的水资源 然后靠着它们自留出取 约509千米后 就会汇入诺江 在流经诺江60千米左右河道后 借助隧洞汇入蓝仓江 在流经蓝仓江43千米左右的河道后 汇入金沙江 在借助金沙江97千米左右的河道后 通过隧洞 明渠 水库等水利工程 相结合的方式 拔水引入雅龙江和大渡河等河流 再绕过乌峭岭流入河溪走廊 最终流经沙漠边缘地带 到达河田和喀什地区 全线总长约6188千米 其中自然河道只占了约200千米左右 一近每年的吊水总量 可以达到1000亿立方米 基本与黄河年径流量相比间了 也就是说 如果红旗和工程真的可以实施的话 它将成为全世界吊水数量最大 调水河道最长 吊水难度最高的水利工程之一 然而 与南水北到中线工程相比 红旗和工程不仅项目投资巨大 更重要的是面临着很多难题和障碍 首先 西藏西北部众多的高山压口 都在5000米以上 如果能把这些地方开个水渠 修个隧道 这工程量堪比在喜马拉山上开个大口子 基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绕路 也就有了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红旗和工程 大家看下图 是不是很远 肯定得知巨资不说 整个工程还处于地震多发带 工程量又大又复杂 此外 国际上反对的声音巨大 红旗和工程一提出 就有国家表示反对 其中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印度 可以说 这上千亿吨水 可以实现我国沙漠变绿洲的愿望 不过 印度人在得知我国这一计划之后快哭了 因为这条河流有一部分是流到印度的 若是这1400亿吨水不再流进印度 那么就会导致印度当地下游的村民 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活动 对于印度大部分人来说 没有了水资源 那么生活会更加贫瘠 可以说 雅鲁桑不将是印度人很担心的河流 若是真的我们截断了水流 那么他们真的就要哭了 这条河流对于印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进入印度之后就是布拉玛普特拉河 这是仅次于印度恒河的第二大河流 这里的水利资源已经超过了印度的水利资源 可以说流进印度的雅鲁桑不将养活了许许多多的印度人 不过 即使如此 雅鲁桑不将本身就是属于我国的 我国有权利对其进行治理或者改道 当然 我们并不会全部接走 还会留一部分给印度人使用 但是这一部分水源相对上千亿吨水就微不足道了 我国是一个基建大国 基建强国 这些年创造一个又一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奇迹 鲁桑和工程确实存在着很多人认为难以解决的难题 但随着技术创新步伐的加快 终将被攻克 所以鲁桑和工程不仅是梦想和设想 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变为现实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在卫星地图上看到的西北将不再是大暮黄沙 而是山清水秀的美丽田园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